新北市推动淡水河北侧沿河平面道路 昨天送入了环平大会审查 经过数个小时的审查之后 结果不如预期 最后环平大会还是决意要不见再进行审查 地方名单有何看法 请看我们的报道 新北市推动淡水河北侧沿河平面道路 去年12月通过第二阶段的环平初审 昨天送入环平大会审查 经过数个小时的大会审查 不论是环保团体居民 以及新北市长侯有余全程参与下 最后环平大会决议补件再审 对此地方的明代 虽然失望 但也希望市府以万全的准备补件再审 未来如果在淡北道路新建完工之后 在原本就有的台二线 将要设公车专用道 或是BRT专用的路线 其实很多委员希望交通局提出 更具体的资料 那我们当然很希望台二线过去交通优色的情形 能够因为淡北道路的新建 让这一条台二线有复苏的机会 有这个汽机车专用道 公车专用道 那还有做一些这个交通实相的 这个交通比较优色时间的这个分流 当然也很谢谢环平委员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意见跟建议 但是呢我想很多的在地的居民 包含从昨天下午开始 很多的我们淡水地区的网友也好 社群也好 都有非常失望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那也希望说甚至有人开玩笑说 希望环平委员可以多拨一些时间来 来淡水来了解 在地的了解我们真正的需求 也请他们体验我们的需求 也让他们真正了解我们的塞车之苦 市议员政议员表示 对于环平委员的意见 希望交通局提出在淡北道完工之后 原有的台二线可以做许多的交通规划 例如交通分流 公车专用道等等 而另外陈伟杰议员表示 对于这样子的结果难免失望 但他也听到许多民众的声音 希望环平委员能够多来淡水 了解这里的交通状况 有撒部门的委员 他认为有所部门要 还要再重新改善一下提议 他们有一些提议 那然后在可论市委员 大家共事之下 还有一次的一个会议 我相信在于我们淡水来讲 这么需要的一段路程 委员能够更清楚更了解 然后答应我们这个工程 能够来顺利来施工 要走步步的 我也希望四个三十 可以来完成 来到我们北测道路 我们淡水北海地区的交通 可以沙调畅通 对于我们北测道路开通 还有清贵 还有澡水 对我们淡水 所有的发展 所有的关锋 所有带来的经责 因为的繁荣 带来所有的 人口流的密切 让我们来 散热区 新市町 如果冠金再开票 议员正代立香表示 虽然这次有部分的委员有些意见 但是对于淡北道依然不会放弃 在下次的补件审查有信心能够过关 而蔡景贤议员表示 虽然要再补件 但也希望环平可以通过 让观光交通还有新市政的发展可以更好 而对于最后的环平决议 在4月30号前 新北市政府必须补充修正环平委员 所要求的内容 再做审查 记者许端一 淡水采访报道